车祸撞结瞬间 机车和骑士整个谈飞 骑士送医后重伤惨死 死者是今年年仅19岁的黄姓男子 他是家中的独子 事发当时是他刚病逝父亲的头七夜晚 他骑机车出门买宵夜给首龄的家人吃 却混断路上 我们到了现场 那到现场发现那个患者 倒在交叉路口往溪约10公尺的地方 我们EMT人员判断他已经有卡 男子出车祸的地点距离父亲临堂约200公尺 13日深夜他骑机车出门买宵夜 行进顶离村中车路一处路口 与驾驶轿车返家的黄姓女子 两车在路口发生碰撞 男子遭撞飞 那行进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 可能未减速 这个发生家中事故 那在这边我们也提醒 那民众在深夜行车 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应减速慢行 确保行车的安全 黄富的富文才印号没几天 没想到19岁独子又车祸身亡 黄家人只好临时在独子的名字 用原子笔画框 黄家父子出病日期只差一天 黄家一周内走了两个人 让人相当不酸 地方中信 彰化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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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